陈冠希32岁前女友杨永晴大婚在即 霍英东孙女专程特地办婚前派对送今夕 英皇集团的老板杨寿成近日家有喜事 且是接连有喜事发生 他的小儿子杨正龙即将要做父亲了 这也就意味着杨寿成又要做爷爷了 这是杨家的一大喜事 而除此之外 杨寿成的亲侄女杨永晴也在日前传出了婚举 11月15日 杨永晴就在上海举办了一场婚前派对 向单身正式告别 其中出席这场派对的就有她的好闺蜜 霍英东的亲孙女霍永世来参加 提起杨永晴 外界对她的认识不仅仅因为她是杨寿成的亲侄女 反而这一层关系日常甚少被提起 而她为更多人所认识则是因为她是陈关系的前女友 日前32岁的杨永晴传出了即将结婚的好消息 因为为人低调 对另一半的身份极为保密 至今也没曝光出她的结婚对象的身份 只是略知杨永晴曾经交往过一位美国华人 至于是不是如今的未婚夫 这个就不清楚